西瓜是夏天 最常吃的水果 大热天来一片冰镇过的西瓜 让人清凉解渴 暑气全消 天气越来越热 很多人就会想要 大口大口啃西瓜来消暑解热 而且六七月是西瓜盛产的时节 量多 直佳 正好因应库下消暑的需求 西瓜性寒 胃干 又名天生白虎汤 具有解暑 清热 生津止渴 利尿等功能 剩下酷暑 食欲不振 形体消瘦的苦下症患者 常吃适量的西瓜 只能够开胃 助消化 促进新陈代谢 滋养身体 关于西瓜的药用价值 在中国医学典籍里论述很多 比如西瓜的囊 籽 皮 蔓液 均是中国传统药学里面的药材 可以制成汤 膏 散 霜等药物 治疗不同的病症 西瓜皮的绿色部分 称为西瓜脆衣 可以治疗水肿 烫伤 胃炎等症 西瓜指人则有降血压 清肺 润肠 合中止咳等作用 台湾是西瓜王国 从北到南都可以见到瓜田棉盐 在夏天是物美价廉的水果 西瓜果肉多汁 果肉中约有90%的重量是水分 生产于夏季 正好适合清热解暑 西瓜果肉 果皮 种子皆可食用或药用 西瓜籽含有油脂 蛋白质 维生素B2等营养素 目前就有将西瓜皮和西瓜籽制成西瓜霜 并广为用于治疗口疮 口炎或咽喉炎等病症 而西瓜的果肉则富含蛋白质 瓜胺酸 金胺酸 苹果酸 茄红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A 维生素B 维生素C 及矿物质 铁 铁等营养素 尤其是西瓜中的茄红素和β胡萝卜素 是最佳的天然抗氧化物 可以对抗人体各种老化现象 减少脂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发生 研究报告还指出 现实与化学性的氧化伤害后的大数 每公斤体重再给予35毫克新鲜现榨的西瓜汁 持续一个星期后检测其生化数据 发现西瓜汁可以有效地降低动物体内的各种氧化性伤害指标 因此使用西瓜有助于抵抗氧化伤害 消除脂油肌达到延缓酸老 促进健康的功能 瓜田里一颗颗圆滚饱满的大西瓜 披着翠绿的外皮 藏着鲜红果肉的好滋味 真的花宝最大 其他的没有这么大 然后下来就红光 黑米云 滴米云 差别一个大的西瓜比较 台湾话讲的刷头 冰起来好清凉 那个比较大的餐厅大概都用这种东西 以前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有分练过 比较有兴趣一点 我退休以后 回来看人家隔壁也在种 互相研究 我是住在高雄 回来回乡 半时间都可以采 最慢的90天而已 4月5号前后 清明前后 最好是沙地 也不要太沙 因为那水不要下雨 下雨也要 但是排水比较好的那种 去买那个美国那个泥桃 碰过碰过 水一下 好像那个就掉了 水灾 台风 这是最困难的问题 如果有什么虫害的话 那个可以小克服一下 西瓜甜美多汁 接下来主厨又会如何运用西瓜 做出清凉的夏日料理呢 又到了我们民族碰调时间 今天为您介绍一个西瓜姜醋 一个鲜酥沙拉 那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一个特别的油醋的部分 那今天呢 我们的主角呢 就是西瓜的部分 那西瓜呢 其实我们吃起来呢 夏天来讲的话 就是季节性的那个水果 那我们的做法呢 会让它有非常有层次的 慢慢的酝酿的味道 进入这个西瓜里面 西瓜姜醋酿 我们的西瓜的主题 一些便利商店啦 你都可以看得到有些鲜酥沙拉 那如何在家里面吃得比较安心呢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有一个比较简便的做法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青花菜 那玉米呢我们整颗呢 我们就要把它放进来 整个放进来煮 这边呢 准备了一些盐巴 让它等一下蔬菜呢 有一些盐味 盐味呢 也能带出这个蔬菜的甜味 那西瓜的部分呢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姜跟辣椒 能够让西瓜除了它本身的甜味之外 有姜的味道 还有一点点的辣味 能够提供你嘴巴里面的那个唾液的分泌 姜呢我切碎 好我先切片 好再切碎 其实味道一点点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呢 等一下我们煮起来的时候呢 能够让它充分发挥它的本身的味道出来 辣椒 辣椒只要一点点就好 不要太多 最重要是那个辣椒的一个辛辣的味道而已 我们把它只去掉 我们只需要这个辣椒的果肉 一样切碎 好 一样切碎 好 准备了一个锅子 好一点点的水 然后我们的糖 准备了20公克 可以进来 跟着一直加热 溶解之后呢 我们的姜可以先下来 然后辣椒 好渐渐的慢慢把它煮 整个呢我们把它煮成一个 算是焦糖状 煮到焦糖状的话 等于说这姜跟辣椒的味道都能够出得来 在煮的时候呢 其实时间上面是非常的短暂的 好 大约呢我们切 煮成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颜色 就可以了 好这边呢 蔬菜呢我也把青花菜可以放下去了 好西瓜呢我们这边切一个大约三公分的厚度 然后切成长条状 好一样放块状 好吃的时候呢也希望说 那这西瓜籽呢我们把它挑掉 吃的时候也比较顺口一点 那这蔬菜呢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 冰水里面 稍微冰镇一下 好这时候回到我们的西瓜了 我们准备了一个真空袋 好先把西瓜 好装进来 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姜醋了 加一点点的水 稍微溶解一下在这个液体里面 之后呢我们把它倒进来这个西瓜里面 好就像这样子呢 我们把它真空 真空 真空了之后呢本身来讲的话 它会在里面慢慢的 酝酿它的味道 在这个西瓜里面 好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 我这边已经真空包 真空了之后呢 它本身会把味道整个封住在这里面 好它的姜跟辣椒的味道呢 会慢慢的慢慢的进入这个西瓜里面 真空了之后放到冰箱里面 好差不多两个小时 好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西瓜就非常有 有这个姜醋的味道了 OK好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 我们要拌一个油醋 醋一呢橄榄油是三 好现在下一点点的盐 好一点点的胡椒 然后醋一汤匙 然后稍微搅拌一下 好橄榄油 二三 搅拌 好这油醋已经完成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呢准备了生菜 只要剥到入口大小就可以了 西瓜 拆开来 你看它因为真空的关系 所以它本身的颜色呢 已经跟原来的西瓜已经不一样 但是呢 在真空的时候 其实它本身的甜味 已经非常的集中在这个里面了 这也是让你的西瓜料理呢 更升级的一种烹调方法 好玉米 青花菜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西瓜本身的味道 如果你做得到位的话 它是让整个这道菜呢 达成一个加分的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淋上这个油醋 那这道料理呢 其实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坚果类的 也可以搭配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们烹调料理很简单 就是你如何让你的原始食材 回归它原始的风味之外 更能提升你本身的嘴巴里面的味道 在夏天里面呢 不妨可以尝尝看这道料理 在夏天 常吃西瓜 能起到利尿 开胃 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 但若是感冒初期患者 可能就要少吃西瓜 中医将感冒分为风寒风热两种 感冒初期 在没有分清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时 吃太多西瓜 很可能会导致寒气加重 导致病情的恶化 如果已经确认是风热型的感冒 并伴有高热 口渴等内热症状出现 可以吃少量的西瓜 帮助清热解毒 西瓜香甜多汁 尤其是冰镇过的西瓜 更是不少人赶走夏季 闷热暑气的方法之一 一般健康的人 适量吃西瓜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水分 及维生素C和抗氧化物质 但如果一口气吃太多的西瓜 血糖会瞬间的飙高 这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需要减肥的人来说 可是不利于病情控制的哦 建议糖尿病患 应先与医师、营养师讨论 吃西瓜、香蕉 或者凤梨等高升糖指数类的水果时 要适量的食用 才能既摄取水果类丰富的营养素 也不影响病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